好,就炸香了,就把鱼椎了 炸香,旋软一点,旋软一点 好了好了,炸香,可以上,可以上,可以上,你先上,先上 上,上,上,上 吃了吗? 哎呀,非常完美 灯辉拔出八卦型古墓,采用一夫一妻一切合葬制 专家打开墓荡以后,三具棺谷诡异的斜着靠在墙上 在随后的清理过程中,各种诡异事件不断上演 随着墓主人的棺谷被打开 堆积成山的金银珠宝,让所有专家看得两眼发光 那么,如此高规格的墓葬形式,加上奢华的陪葬品 墓主人到底是谁? 这三具光果在下葬的时候又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保持你的好奇心,双击点赞,价格关注 今天,小鸡带你揭秘诡异的八卦型古墓 2019年5月23日的下午,位于安徽省和肥市长峰县的夏唐镇 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道路施工 突然,挖掘机挖到了一些青灰子石砖 刚开始人们并没有太在意 然而,青砖却越挖越多,数量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领头的工人就感觉到不对劲 立马意识到这可能挖到了一座古墓 于是就将这一消息上报到了当地文物局 不到半个小时,一只考古队员迅速赶到现场 经过专家的初步勘探,这是一座专实古墓 但是,古墓的年代意识还无法确定 工地上挖到古墓的消息很快就在周围传开了 此时,现场围满了前来看热闹的群众 然而,专家却一脸惊恐地望着这座墓葬 心里喃喃道,怎么会这样 只见,这座墓葬煞煞是诡异 居然是奇怪的八边形 钩围还雕刻了一排密密麻麻的诡异符号 就像传说中的阴阳八卦阵 墓室的顶部也和其他的墓葬有所不同 墓口范围找到之后 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操作程序再向下发掘 发掘首先是这个墓室的顶部 暴露出来 顶部是这个碟色穹炉顶 这个碟色穹炉顶 它的这个累计方式是 这个一块四壁的壁砖 这个不停地向内 向内这个收缩 然后到这个顶部 形成一个很小的一个缺口 用这个副顶石或者这个 特制的一个方形的砖 把这个上部的缺口盖住 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墓室 当年能享有这种墓葬形式的 所以起码也是一二品的大圆 机动之余 考古队员开始向下挖掘 为了更好地保护墓室内的观国 考古队员决定 从墓室的顶部 将砖石逐一接触 经过几个小时的清理 墓道的全貌显露了出来 长九米 宽两米 由不规则的七级台阶组长 当考古队员将墓门表面的淤泥 提出后 墓门上方用青装构造的两根门簪 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 我们现在面前的是 这座墓葬的仿木结构的一个墓门 这个墓门呢 这个在安徽地区是非常少见的 它由上往下 依次由几部分组成 最上面是这个 由瓶砖 这个砌成的这个挡墙 往下依次为延纺 然后用砖雕砌成的这个兜拱 然后砖雕结构的四地发纹 再往下就是这个 门框 门槛 然后门沾 然后再往下就是我们这个 墓葬的这个封门 这个封门后面是这个拱形的这个墓门 这个 这是 这也是我们目前这座墓葬 这个 我们觉得非常出彩的地方 就在这里 仿木结构的墓门 诡异的八边形墓室 两根门簪 如此行之特殊的墓葬 再次让专家断定 墓主人的身份 绝对非同小可 当专家进入墓室以后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场景吓了一大跳 只见墓室中有三具大小不同的棺果成倾斜状 诡异的倒在墙壁上 看起来就让人背后发凉 此时专家也是高呼 逃过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奇怪的墓室 然而 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这三具诡异的棺果整体迁移出八卦形的墓口 刚开始专家以为是一件十分简单的工作 但是却难如登天 由于棺果呈现青岛状态 再加上八卦形墓口十分窄小 导致台关的工作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 眼看着周围的群众聚集的越来越多 专家们也是担心棺果会遭遇不测 经过商议决定 让人砸毁八边形墓葬口 将棺果整体起掉 回到博物馆 再进行下一步的开启工作 终于 考古队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将棺果全部运往了实验室 此时的专家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们即将解开一段中国历史上最奇异的一幕 安徽道路施工意外挖出八卦形墓葬 采用一夫一妻一切合葬制 专家进入墓室之后 三具观过诡异的鞋靠在墙上 在随后的发掘当中 各种诡异的事件不断发生 为了保护文物的安全 专家商议决定 将棺果全部运回考古博物馆 进行下一步的开关工作 然而 他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 如何将这三具倾斜的棺果 不受损伤的取出 首先 考古队员要做的就是将棺果全部扶整 为了避免起掉是棺内的文物散落 考古队员给光果进行了加固 然后对底部比较脆弱的地方进行了简单的防护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由于棺果在积水中长期浸泡 使得棺材的重量直接翻了好几倍 即便考古队员用尽了全力光果 只有轻微的移动 与此同时 他们还发现 牧师空间非常狭窄 狭窄的空间使扶正棺果之后再起掉的计划无法实现 专家们不得不再次调整方案 经过商议后决定先将较小的棺果起掉到平台 然后再扶正较大的棺果 此时现场聚集了大量的围观群众 这也使得在场的考古队员感到压力巨大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之后 起掉工作也正式开始 经过小心翼翼的起掉 母中较小的棺果终于被放置在平台上 考古队员尝试将其扶正 让专家们感到意外的是 这具棺果并不是整木结构 材质也比陆外两具棺果差的很多 那么这具较小的棺果中究竟有什么 为何它与牧师内另外的两具棺果差别如此之大呢 难道它是牧主人的窃室 此时现场围观的村民也越来越多 直接将现场围了个水泻破通 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 考古队员决定将三具棺果全部运回实验室 再进行下一步的开启工作 伴随着吊车的起掉 第一具棺果被完好放置在车上 接下来就是对最大的棺果进行起掉 为了避免文物受到损伤 他们还是先对棺身进行加固 有了前面的经验 本以为接下来的起掉工作会相对顺利许多 然而起掉刚刚开始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 由于观果超出了牧师口的长度 使得观果一时无法掉出 考古队员不得不砸毁了八边形牧葬口 很快第三具棺果也被成功起掉 最终牧师内的三具棺果全部都被成功装车 长丰县政府对此次发掘十分重视 决定将闲置的老法院的审判庭 提供给考古队员家 为接下来的开关做准备 经过一个小时的缓慢行驶 运送棺果的车辆安全抵达老法院的放置区 然而就在观果运往室内的过程中 意外再次发生了 经过所有考古队员的骑行合力 三具观果顺利的被运往室内 那么观果中到底有什么奇珍异宝 打开观果又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 安徽经线八卦形古墓 采用一夫一妻一切合葬制 专家打开墓室以后 三具观果诡异的鞋靠在墙上 仿佛像某种仪式一样 随着三具观果被依次运到室内 开关工作也即将开始 2019年5月27日一大早 所有专家来到现场 三具木棺大小不等 为了尽快确认木主人的身份之谜 考古队员首先对较大的棺材进行开关敬礼 就在专家对木棺进行测量绘图的时候 故人发现木棺的前后都有木块 而这些木块的作用让考古队家看到了 古人在制作观果时的精巧之处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在考古队员的面前 为了更好的保护木棺内的文物 三座棺果在洗雕运输的过程中 都处于倾斜状态 现在的问题是 是否需要将木棺扶正再进行开关 这个木棺里面三具棺 因为这个地下水的作用 然后在野外的时候 已经是处于在木棺中 处于这个倾倒的状态 在我们把它调到四位之后 这个如果把它扶正 对里面的这个包括人骨 包括这气股会造成这个损伤 所以我们在开关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 它在野外一种情况来开的 让它处于一个倾倒的状态 经过专家的反复商议决定 维持现状进行开关 开关时为了防止棺果倾倒 损坏棺内文物 考古队员决定在开关的一侧 加点木条 一切工作准备就绪以后 他们首先对棺钉进行提取 这具木棺是三具木棺中最大的一个 棺盖上的七个锚钉 引起到了很好的胶固作用 随着棺盖被打开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棺材散乱的文物 这也让所有人大失以惊 这是一个完整的银 是一个回半口的一个瓷碗 最后专家开始对棺内的文物进行提取 首先提取的是一件瓷波 经过水洗经历之后 瓷波的原貌也显露了出来 最后一件七杀棺的出土 让在场的所有人更加相信 牧主人生前很有可能是个大官 由于七杀棺保存的不是很理想 考古队员在提取的时候 格外小心 当第一拼七杀提取之后 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亚子型七盒被成功提取 七盒的出现又预示着什么呢 在亚子型七盒提取之后 一件方形器物显露了出来 侧面有一条开裂的裂缝 这也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小心翼翼的打开七盒以后 呈现在众人眼前的 是一件金色的铜镜 考古队员小心地剔除着其中的淤泥 铜镜上居然还有金色的痕迹 这也更加证明了 牧主人的身份非同寻常 清理继续进行 这是一件香饮口八驱魁口七盘 这也是第一具棺内最后一件文物 由于文物在空气中暴露时间较长 专家们决定先将文物全部浸泡 以此保证文物的湿度 至此第一具主棺的清理工作 也终于结束 但是棺果中并没有发现 表明牧主人身份的印章或者目睹 考古专家只好把最后的希望 全都寄托在另外两具棺材上 2019年5月28日 考古队员决定对第二具棺材 进行开棺清理 当第二具棺材被打开之后 眼前的场景再次让众人吃惊 只见这具棺材内部的文物 比之前第一具较大的棺材还要多 而且文物更加精美 随后专家开始小心翼翼地 对棺内的文物进行清理 大量的文物被逐一提取 即使已经历经了上千年的岁月侵蚀 但是依旧光彩夺目 就像刚刚下葬一般 就在这个时候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发现 鱼翼中一个金光闪闪的金手镯被提取了出来 凭借经验考古队员推测 或许关中还有一个手镯 很快另一件手镯被找到 当专家清洗干净以后 色泽依旧如新 仔细观察手镯以后 专家惊讶地发现 上面还有许多文饰 这些文饰究竟是什么 这与牧主人的身份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随后 有清理出来了金簪 金钗 金耳环 以及大量的金珠 由此专家推测 这名女星牧主人在下葬的时候 应该佩戴有非常多漂亮的头饰和装饰品 虽然牧主人头戴的官室已经腐朽 但是存留的耳饰以及黄金事件 似乎让人们看到了牧主人生前的雍容华贵 精美的文物不断出现 在专家的清洗之下 一件金被木书呈现在所有人眼前 随后 考古队员又清理出来了101枚带有字体的铜钳 大量铜钳的出图也印证了大幕的具体年代 让人感到十分失望的是 这具官国也同样没有出图 可以证明牧主人身份的相关文物 2019年5月29日 考古队员打开了第三具官国 让所有人感到失望的是 官国中只有一些银被木书和银簪 由此我们也能看出来 在那个年代 气势的地位非常低下 下葬时采用的官木材料是三具中最廉价的 陪葬品也是少之又少 比起第二具官国有着明显的差距 至此 三具官国的清理也全部结束 到最后也没弄明白 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你们觉得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谁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双击点赞 给小季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